给我一个赞 订阅 分享我 一个才三十几岁的一个女性病人 下腹部疼痛 好几个月的一个时间 然后就发觉怪怪的 做超音波就怪怪的 给她做电脑断层 这是从正面来看的时候 这个 这个是不对 这是肿瘤 肿瘤这么大的一个位置 站的一个大小 还有它的一个位置 都是让人家非常担心的 这是在卵巢这个地方 所以这是一个卵巢的一个肿瘤 那么卵巢肿瘤 大家想说这个跟 这个旌旗等等 会不会有一些什么 没有相关 没有变化 因为它一边的这个卵巢 还是正常的 所以即使一边 已经这么严重的一个变化 也没有什么影响 那这个妇产科呢 给它做局部的一个 切片的检查 是这样子 这不是卵巢 这是淋巴癌 淋巴癌 你说这个 非常恐怖的一个讯息 怎么让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可以去接受 这样的一个现实 因为淋巴癌这个东西 我们身上的一个免疫系统 是到处都无所不在的 淋巴腺都是 还有这样子的内脏 它是也有这样的一个 防卫的一个系统 所以那个地方 有可能产生出病变出来 产生出病变出来以后 它就局部在那个地方 造成的一个影响 会是非常大 所以这个局部非常大的一个 肿瘤的一个状况 所以局部取代来 一部分的一个组织 是变成这样的一个状况 但是更重要是后续的治疗 不是这个切除 就解决这个问题 后续的治疗才是最重要 这个治疗 不是只是局部 外科的一个治疗 而是要化学治疗 这个各方面的一个配合 让它知道 这个其实还是可以治疗的 那同时也注意到它将来生育上面的一个需求的时候 这个也要跟它讲 这个可能性我们怎么样去注意 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希望在的时候 这个配合度将来的一个治愈的一个机会 也会比较大 所以医疗 我们怎么在这个动荡的一个结果 要让病人可以去接受的时候 这个确实要花更多的一个心思 站在病人的立场去想 让病人病人的家属更可以知道 未来我们的一个方向 以及要克服的困难是在哪里的时候 这个病人能够接受这个治疗的一个机会 当然就会增加 也会得到好的一个结果的机会 也会增加